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公俊回应 那你生日的时候 我可以还你一个301的礼物 不愧是你小精灵鬼 将其简发挥到极致 被公俊安排的明明白白 一块已经是巨款 绝对不能超过一块 刘雨宁说 要不我送你个皮肤吧 皮肤最贵的才100多块 我要两个 应该没有人比你更会精打细算了 最后呢 公俊还不忘提醒 记得把礼物打到我的上 上一秒还在为刘雨宁说送世间最好的一切而感动 下一秒就被300块的现实打脸 不过公俊还是成功套入到了两个皮肤 只想说呢 公俊和刘雨宁你们两个够够的啦 不过这也说明啊 两人的关系确实很好 本公俊双倍的快乐 公俊入行将近六年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从一个顾问不火 甚至没有太多人知道的小演员 到收获大批粉丝 喜提多个品牌合作 及商务代言的顶流 在正是当天更是收获了提夫尼品牌大使的新身份 在公俊没有进入娱乐圈之前呢 他拍摄过不少的广告 于是在公俊爆火之后 有很多人发现原来那么多的广告里都有公俊的身影 比如多乐市中的有请 必胜客中吃披萨的小哥 甚至是婚纱照中的男模特 205年 公俊在古装网络剧 《刀剑缭乱》中饰演了快意爽朗的屁吕 算是正式进入演艺力圈 今年4月份 原本被不看过路透而吐槽的电视剧《山河令》上线播出 公俊在之中饰演男主温克行 凭借《山河令》这部剧《大火出圈》 顺势挤身顶流行列 近段时间呢 他与迪丽热巴领衔主演的《安乐传》也已经刷进 不少网友十分期待公俊饰演的《皇帝汉夜》 有意思的事情是在29号零点 公俊工作室卡点发布一条 为公俊庆祝生日的微博 大意是为今年公俊入行的第七年 全篇也围照着七这个数字开始讲述 第二天上午呢 公俊现身评论区纠正自家工作室 虽然但是再严谨一点 应该是出当六年不到 大家看到后表示 有被笑到小事要失业了 值得一提的是生日这天呢 时尚COSMA释出一组公俊十三月期刊 封面大片 公俊依然颜值在线 目前公俊代播剧有陈顺花园 安乐传 未来也期待公俊能够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哦